黄泪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男人,不仅事业有为,更是把家庭也照顾得很好,而且也让两个女儿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。 前段时间黄泪和妻子带着多多和妹妹献身巴黎参加时装走秀,尽管两姐妹小小的年纪但是只毫不怯场,成果的台风,真是,让不少观众竖起大拇指呢。 黄泪孙丽的大女儿黄多多,真的别人家的孩子里的典范,光翘懂事还那么优秀,小小年纪的她不仅出国走秀,而且还和何炯一起出演话剧,何炯都被多多的努力和认真给打动了,多多之开挂的人生,真是让人羡慕呀。 本以为黄泪女儿已经够优秀了,看到赵薇女儿才知道什么叫学吧,说起赵薇女儿大家肯定是会想到小四月。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在电视剧《虎妈妈爸》中和赵薇是野母女的季子涵,当年在剧中古灵精怪的芊芊,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丽的大姑娘了,而且她还是一个文艺半十足的姑娘,平时喜欢,旅游,看书,画画,在玩的同时不会耽误学习,在学习的时候,又不会让自己有太大的压力。 原来学霸都是这样养成的呀,放下半个月看完二十本书,这是得有多大的脑容量呀,真的想说一句佩服,生活中的季思涵对于学习这件事有着很强的自觉性,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学霸了。 不过爱看书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,做一名有内涵的小女子,季思涵在两岁的时候就开始拍广告,在三岁时就开始出演电视剧。 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小戏鼓了,由于现学习的压力比较大,所以季思涵也把大部分时间包在学习上了,也就很少再出演电视剧了,本来为一点号作者原创,未经受全部的转载。 感谢观看